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韩非子预言 一鸣惊人 一鸣惊人 国王在位三年 没发布一条政令 没有任何政治作为 有个大臣对他说 有一只鸟 停在南方的山上 三年不展翅 不飞 不叫 这是什么鸟 国王说 三年不展翅 是在长羽毛 不飞不叫 是在观察民情 虽然没有飞 飞的时候 一定会冲上天空 虽然没有叫 叫的时候 一定会让人吃惊 半年后 国王亲自处理政事 废除了十项旧法 发布了九项新法 处死了五个大臣 提拔了六个新人 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一名惊人 一叫使人惊讶 政令 政府法令 作为 成就 民情 民众思想感情 这个预言来自韩非子 韩非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 韩非用这个预言 来说明老子的话 大器晚成 大应牺牲 这个国王的做法 就是后来说的 韬光养晦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一名惊人 国王在位三年 没发布一条政令 没有任何政治作为 有个大臣对他说 有一只鸟 停在南方的山上 三年不展翅 不飞 不叫 这是什么鸟 国王说 三年不展翅 是在长羽毛 不飞 不叫 是在观察民情 虽然没有飞 飞的时候 一定会冲上天空 虽然没有叫 叫的时候 一定会让人吃惊 半年后 国王亲自处理政事 废除了十项旧法 发布了九项新法 处死了五个大臣 提拔了六个新人 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